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我以前还在台积电 然后做斜杠 做部落格跟Podcast的经验来讲好了 斜杠这件事情 我开始的设定就是 我分享书这件事情 我想要做二十年三十年 因为成功有一个捷径 成功的捷径就是 当别人放弃的时候 你还要继续做的时候 就是成功了 读记卸系里面的 我自己的专题啊 跟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比较像是演算法 我那时候就发现 在台湾好像 我没有特别好的出路 那我后来是以 台湾的这个新制待遇 为第一优先 像我是投那个 研发替代液 那我就投台积电 那也很幸运的有录取到 我进台积电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 算是新的单位 所以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是有点像是 打掉重练的感觉 就是整个基础 比较难直接应用到工作上 反而是因为工作的需求跟任务 开始去学习 所以我其实打从进入职场开始 第一天起 就是一直在重新学习 那可能主管对我们的检视方式就是 为什么你想不到 为什么你不多想一点 然后为什么你这次 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是一直往一个 很严苛的方向去要求 对 那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对 可能对很多人会是一个觉得 好像很挫折 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要求到这样 有点病态 为什么要要求到这么极致 我会把我做的很多事情 当成是在做实验 做实验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不会去期待说 这个实验结果 一定要怎么样才算是 好或不好 那时候我的单位 需要选出两个新的主管 那我们参加这个征选的有三个人 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征选 那我那时候就是全力准备 就是卯足全力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升任这个位置 因为我准备很多 然后结果却让我蛮失望的 结果是我被刷掉 但是我已经自认为 我是有主管的这个能力 也一直这样子在 这个心态的工作者 那我如果保持这个活力 保持这个热情 那说不定明年的话 就可以顺利的再被提拔这样子 我反而因为那一车弱选 所以就变得对工作更有热情 然后更投入 我的思考方式就是 五年后 我再回来想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怎么想 那如果既然 以后的成长之后的 我再回来看是小事情的话 那我现在干嘛这么在意 我只要在意的是 我可以怎么样 变成未来更好的那个我 我朝那个方向去做 去采取行动就好了 像我在2018年吧 我转职到台南的 比较像生产的 就第一线 那时候是 5奈米的工厂生产团队 因为这个转职 是在职业上的考量 就是新的机会 更多的升迁机会 所以转过去之后我发现 我自己在可能包含 有一些能力上 或者说有一些 就是在整个大工厂里面 这个带人接物的方式 可能还需要再更精进 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学 投资理财之外 开始透过阅读 我去学一些领导带领 然后呢沟通 跟跨组织协调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写 写笔记 因为我发现我读的 这本书里面可能有很多精华 但是我如果没有记下来 我很快就忘记了 有一次我又在想说 我写这些东西 好像只给我自己用而已 如果我可以把它整理成文章 可以发表出来 这样我在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书的宽度是怎样 我贴在这个位置好了 那这个意思就指了 就是说像这种横条 这种阅读的书 我想要记录的位置 是大概在 这个大概就是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我分享的内容也不是一百分 但是我会觉得 分享出来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会对某些人有帮助 某些人一定是没有这样的见解 或没有这样的体验 那可以透过我的视角 去看到这东西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 以输出为导向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我把心思一部分转化成 我要输出跟这个世界建立观点 订阅电子报区 我都每一季都会整理这十二本书的一些心得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们看这本叫做零规则 我就会这样子做 你会看一下说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我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一般来说 读者之间的评论 这边的水准大概四分以上就是很好的书了 像是有些老师他就会告诉我 他会把我的部落格跟podcast分享给学生 他告诉你 他是一个老奶奶重新爱上了阅读 有八十岁的老奶奶寄信给我 那网站是这样子 大家也用得很开心 也有很多实时的帮助 对 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有成就感的 像我从台积电这个怎么讲 在这样比较竞争 或者说比较待遇好之类的这样的环境 成长起来之后 我得到的是这样的东西 在五年后呢 在十年后呢 年薪可能多一半 我可能多一倍 职位可能多两级 那在二十年后呢 好像也是这样子 那我后来就想思考到说 我有必要在这个位置持续做下去吗 就是我们有四万多个员工吗 即使没有我在公司 他也是能够让公司整个院景继续下去 那我离职之后我所做的事情 会不会有不同的贡献跟不同的收获 那我就会发现 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来变 因为在我在做这个说书 或者说在做读书性的分享这件事情上 我得到很多的是给我直接的回馈 是读者他们自己生命上的改变 他看到我的分享 看到我的历程 看到我分享的这些书籍 他直接去找来读 找来用 找来做 他改变了他很多人生 对于这些不同生命的改变 给我自己所得到的成就感 是远大于我自己的年薪 每年多三十万之类的这种事情 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差太多了 所以是在阅读了很多本 不同的好书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点每一个点对我的起发 让我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跟定义成功的方式是可以有很多元的 我不用只限于某一个单一的 这个定义方式 那我才发现 其实我想的不是那样 我要的也不一定是能量的 我看到的是不同的选择性 跟不同人生的样貌 我觉得 像我自己有一个观念是说 我们大部分遇到的普通的问题 其实前人们都已经踩过了 尤其是书本 我们大部分遇到的问题 有困扰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都在书里面 这是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事情 那 就会找到相对应的书